山寨探望十六 中漆男生被殺沿河緝空 中漆學生李偉浩在2004年被殺害 警方到現在都沒有放棄偵查 原相由30萬增加到60萬緝空 公告中止日期是2021年6月13日 謀殺案 2004年12月18日星期六 上午約11時15分 在上水已婚警察宿舍附近的百和路 行車天橋下之行人路上 四名男子集給一名18歲的中漆學生李偉浩 受害人被捕共有四處刀傷 被送案北區醫院搶救 並於同日下午12時14分證實死亡 警方現場空緝四名與案有關的男子 敲門的外賣詳情如下 2004年的資料 第一名通緝人士 男性 當時年約22至25歲 身高1.72米 瘦身材 軟黑髮 身穿黑色T恤 第二名通緝人士 男性 當時年約22至25歲 身高1.72米 中等身材 軟黑髮 身穿圓嶺白色T恤 淺色長褲 第三名通緝人士 男性 當時年約22至25歲 身高1.7至1.72米 中等身材 軟黑髮 高圓嶺灰色T恤 前面印有圖案 淺色長褲 第四名通緝人士 男性 當時年約22歲 身高1.6至1.65米 中等身材 略肥 圓臉 短黑髮 身穿圓嶺短的白色T恤 前面印有英文字 淺色長褲 運動鞋及深色腰包 任何公眾人士 如有關此案的消息 或知識兇徒身份 或其下落 請速與警方聯絡 現警方提供港幣60萬元元 上隔 任何公眾人士 如在圓想通告有壓日期內報信 使兇徒落網 被遭受滿意檢控 可存數獲得 或按比例分配上隔 通告內的滿意檢控 應理解為 被捕者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財政法院、區域法院 或高等法院原重法庭 就所處理之案件作出答辯 這答案發生在2004年 10月18日早上 李偉浩一個人在家 溫習功課 期間曾經跟要好女朋友通過電話 早上11點 他媽媽打電話給他 約他去上水火車站見面 和他一起下午飯 之後去上水廣場 行李銀行事務 早上11點15分 李偉浩應約出門 沿著保榮路 進入百和路單車徑 去上水火車站 在上水威尼斯花園 和太平川之間的百和路 行人天橋底單車徑 準備穿過頭梯通道前往上水中心 四個連約二十歲的男子 從路旁衝出來 對他的拳打腳踢 雙方一隊發生糾纏 李偉浩將對方擺盪之後 慌忙逃走 九大二十尺之後 被兇徒追及 有人將他偷對單車徑旁邊的草瓶上面 李偉浩的右邊拳骨 下額和面部都有擦傷 兇徒將他壓在地上邊 其中的人拿出水果刀 在李偉浩的背部連插四刀 李偉浩當場重創 背部鮮血淋漓 動都不動得 受傷倒於路旁的坑距 陷於昏迷 兇徒呈兇後 向火車站方向逃走 途人和一個豪經的邱班警長 說李偉浩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馬上報警 救護員到場和他急救 送到北區醫院治理 當時給予全無知覺 然至中午誓點24分不治 李偉浩燒1986年11月23日 父母十幾年前已離婚 他就跟媽媽一起住 他媽媽後來嫁給 現在駐守全灣警區姓鄧的探員 一家三口 旁住上水已婚警察宿舍 李偉浩媽媽接警方通知 趕到醫院時情緒激動 直到兒子不治身亡之後 不相信這事實 不停地向警員追問 眼淚不停流出來 更加吼哭起來 最後不知魂絕 由警員參乎坐下休息 稍後任職警長李偉浩繼父趕到來 見到妻子哭成類人 將他過於懷入安慰 平日可師和兒子見面的生父趕到醫院 對兒子被殺不斷地自責 你死得這麼慘 是你老爸對你不住 一早叫你跟我的 就不會搞成這樣了 他一路哭一路說 一年才見幾次面 今次連最後一面都見不到 我不可以接受 老爸保護不了你 我又沒有害人 又沒有對人不住 為什麼這樣啊?好慘 我怎樣才知道誰殺死他 我要斬死他 親友將乎入院內的靜室休息 情景令人深酸 五公求將李偉浩的遺體移送臉房 白爾嫌事有時發現 李偉浩所中的四刀 窗口闊道大約三厘米 顯示刀是插入體內 而不是斬劈的 致命傷是利刀從肩甲骨進入 判穿廢部 導致大量出血致死 案件連為謀殺案處理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客員發現李偉浩身上 連有千多元現本 手機和手錶等的財物 也都還在 右腳鎖的波鞋就脫了 一隻腳指甲反起了 估計雨襲那陣 曾經作出激烈的掙扎 根據目擊者提供兇徒逃走路線 推測兇徒熟悉附近的地形 不像是非法警者 探員在現場 撿到兩件燕外套 沒有發現兇刀 還撿到一串佛珠 一件外衣 懷疑是李偉浩的物品 或者搜集證據 下午派出頭拉布拉多搜殺犬 形同三十多個機動部隊 竟然搜殺 但都沒有發現 李偉浩的繼父 是全灣刑事精神警長 遇襲那陣 財物沒有失去 警方相信案件不是劫殺 兇徒一早已在廁所附近埋伏 等他出門後那陣 自己襲擊 不排除消毒尋售 警方極度重視 庄案組探員 邀請李偉浩的繼父 回警署提供資料 追查有被犯罪分子恐嚇 對他家人不利 他曾經參與案件 從中尋找線索 庄案組探員 查問李偉浩的媽媽親父 去到中學調查 了解學校的情況 包括男女間的感情問題 和生活背景 李偉浩和同班女同學感情很好 經常出商入對 是因為應付考試 大部分時間 難在家溫習 減少外出作落 他出事後 女朋友沒有露過面 探員受接督李偉浩的 同僵女友錄取口供 莫知 女同死者感情穩定 李偉浩背景清白 遭到尋找可能性比較低 李偉浩中學會考到 兩科B和C的佳職 但未符合原校升讀條件 由大元加盟派語中學 轉往大埔中華聖結會 凌空中學升讀二科 女副校長謝傑芳說 李偉浩從中學開始 在這個校就讀 身前是中七B班的文科學生 她品學兼優是天文學會的會員 有領導才能 協心勇於承擔 12月19日後7點 探員連同機動部隊 在凶案現場調查 登上玉浦縣 彩浦縣 彩浦縣 彩原村 黃太平村 一些面向凶案現場的單位 進行問卷調查 得到很多名目擊者提供線索 相信四個兇徒年約20歲 一個人染金色頭髮 犯法時 有一個人負責看水 空氣是一把餐刀 哭完在公園檢查幾個煙頭化炎 9點多 李惠家人和同學 在導師鎮定下 大鼻山雞和勉強 在現場造人招魂法事 眾人悲動不已 呼天搶地 李惠家親父、繼父、媽媽 避免觸境傷情都沒有出席 她的舅父呼籲目擊者 向警方提供私料 將兇徒成之於法 10點鐘 十幾個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探員 去到案發的太平村對開單車徑 向路股市民做文卷調查 四十幾個機動部隊警員到場協作 去到旭浦縣和彩原村 詢問街坊有沒有見過可疑的人 46歲的市民陳女士和探員說 事發的時候 她見到三個男人 躺著一個少年 被追的少年之後 躺在地上 有人擺一隻牆的利刀施襲 兇徒得手之後 隨即四散而逃 另一個關太太說 當時經過案發現場 一對五十幾歲的夫婦 一邊大叫斬人 一邊逃走了 她巡星望去 讓三個男人 向彩浦縣方向逃去 當時有逃走的人 將把利刀匆匆放入牠頭入面 探員在土地上 點入大批煙頭 懷疑是兇徒留下的 初步認為 兇徒在現場 稍後了很久 2004年12月20日之後 九點鐘 李慧浩的身父、繼父和女親友 在錯案組探員陪同之下 去臨房認屍 三個人達到一個小時後 神情悲傷地離開 案件經過調查之後 沒有任何進展? 警方根據目擊者描述 通知四個男子 其後圓銅三十萬 緝空 2013年6月28日期滿之後 再延到2018年6月28日 2018年期滿之後 圓銅加到六十萬 終止日期是2021年6月23日 五十萬 公眾 九十萬